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2019款的 先说一下外观吧 它跟之前的2018款在外观方面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只不过我们现在拿到的是一个超费的版本 这个超费版本是带黑骑士套件的 比如说这个前网是黑的 大灯有熏黑的元素 前唇这有一个黑色的元素 包括轮毂 它是一个22545218的叫黑骑士战斧式轮毂 然后它的轮胎是一个Bristone普林斯通的泰然褶 这东西反正查了一下1000多块钱一条 首先我们看MG明爵 用中文翻译就是墨英明爵爵 好像也没有什么错 但实际上它的英文名叫Morris Garage 如果你用美语翻译叫Morris Garage 就是莫里斯的车库 这是怎么来呢 在1910年的时候 有一个英国伍斯特的修自行车的人 对 修自行车的人 叫莫里斯 叫威廉莫里斯 他靠了4英镑起家 然后经过了10年的打拼之后 在1920年的时候 他已经是一个汽车经销商了 但这个时候他又不满足于自己去卖车 他想自己去研发去造 所以在这一年的时候 他造出了自己第一辆的小汽车 然后在1924年的时候 他这个品牌才正式的注册 之后莫里斯这个人 就一直执着于汽车工业 最后被授予了一个叫 诺菲尔德勋爵那么一个爵位 成了一个贵府 这事告诉我们什么呢 就是你要想逆袭的话 你要去学功课是这个意思吗 然后你再过来看这个黑色轮毂里面的红色卡钳 这是一个没有任何logo的红色卡钳 只能在视觉上给你造成一种运动感 但实际上 它并不是我们想说的那个bramble 这个大灯之前有一种说法 叫伦敦之眼在水中倒映的样子 这是那伦敦之眼 这是倒映的样子 其实这么看 真这么看 算了就这样吧 后排空间呢 你也看到了 之前这款车被誉为说丈母娘不喜欢的车 或者妈妈不喜欢的车 就是因为它后排空间短 坐不下人 现在呢 后排空间长 你看 前面有个四指都没问题 这是我坐的 但是这个座椅呢 稍微短了那么一点点 然后你腿如果没有我长 也无所谓 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头顶 我但凡腰贴紧一点往后靠 立马这就可恼的 这个溜辈的造型虽说好看吧 但也确实后排不能坐大高个 所以这个车 既然它主打运动 主打驾驶 那我还是当个司机比较好 先说一下这台车的动力配置 首先呢 按照官方的说法 它是蓝芯加绿芯 这个蓝芯啊 就是它那1.5T的发动机 而那个绿芯呢 就是它那个叫Hire Pin的电动机 这个1.5T的发动机的最大功率是169匹 最大扭矩是250牛米 而那个电动机呢 则是136匹230牛米 然后我记得以前我在说 应该是开美瑞的时候吧 我说这个 它的那个电动机和燃油机的动力汇流 是通过行行齿轮 然后所以它的那个最终数据 并不是两个数据相加 但是这个车呢 是两个数据相加 就是两个数据直接加在一起 因为它用的并不是一个行行齿轮的这么一个东西 而是平行轴结构 然后现在给一条深油门感受一下 现在是 降一点 30公里每小时 然后走你 现在60 我开始踩刹车了 就是它的这个起步 没有想象中的一条 没有想象中的一条 出去 虽然它的数据真的很好看 可能是跟这个车是一个混动车有关系 这是一台插混车 也就是插电混动车 那它的这个能量实量图一共有这么几个情况 比如说刚刚这个起步的时候 就是纯电池驱动电动机 再驱动前轴 这样去驱动这辆车 而现在呢 在我一个40公里左右 这么一个巡航的状态下 轻点油门的时候 是发动机直接驱动前轮 并且发动机的额外做工 会给电动机这边连上 然后一直是给电池充电 然后稍微伸给一点油门的时候 就变成了发动机和电动机 同时驱动前轮 而我松开油门的时候呢 则处于一个能量回收的状态 能量是从前轴这边流向电动机 最后流向电池的 基本上就是跟那种Hybrid的电动车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而与这套动力输出所匹配的 则是一个时速的EDU变速箱 是个第二代的 而这个第二代的EDU变速箱 它的最大的好处 就是能够让你在这个电的动力驱动 和燃油的动力驱动之间 无缝的切换 或者叫无缝的对接 就你不会明显的感觉到 突然一下现在变成了油 之前啊 你像阿特金森循环发动机的时候 就会有这种情况 就是起步时候特别迅猛 但是一旦切换到油 或者说油混的状态的时候 就变得稍微软了那么一点 这个车号称是5秒以内 因为这个版本嘛 是明觉650T超费5秒版 也就是说它能跑到5秒9 我刚才试了一下Normal模式 就像我说的一样 没什么感觉 现在我调成了Sport模式 同样是3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准备走一波 让我很惊讶啊 就是它刚才Normal模式情况下 就很普通很普通 根本我们都不信 什么5秒9 10秒9可能差不多 但是一旦切换到它这个运动模式 整个预表盘变成了一种橘色色调的时候 这个车就变得非常的灵敏 而且迅猛 这款车的电池容量那是相当的高啊 9.1千瓦 9.1度 它能够纯电行驶 因为这有个按键 可以纯电行驶 一维模式 纯电行驶51公里 在NVH方面呢 这个车做的还是比较紧致的 前面是一个迈复逊的独立悬挂 后面呢 则是一个高响应的整体式悬挂 因为这个车是今天下午才上市 现在就死活也不告诉我们价格 所以我估计啊 这个车应该是十多万的这么一个状态 如果以这个价格来参考的话 那这个绿阵性就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没有问题 它这个车确实也配置了 9个BOSE的扬声器 看起来也是棒棒的 但同样我用了那个 400多兆的加州旅馆来测 没错 这个现在已经成为我每台车 都要用的一种格局了 声音偏薄 就是它不够厚重 不仅仅是说低音的时候不够厚重 就整个这个音场听起来的时候 就会偏薄 然后另外就是这个人机交互系统 说实话 屏幕做的挺好的 10.1寸吧 应该是我没记错 10.1寸的屏幕 有斑马系统 什么都挺好 分辨率也挺好 就是它这个操作逻辑吧 实在是 反正前一个小时 我们两个人没有研究太明白 最后再说两点 关于这台车的运动性配置 就是首先 它不论是不是混动车 都全系标配了 XDS弯道动态控制系统 这个东西最简单的效果 就是能让普通人在批弯的时候 更好的操控 更容易一点 但一定记得你要去赛车场里面玩这个东西 不要在马路上玩这个东西 它的工作原理简单的说就是 当你比如向左侧转弯的时候 高速转弯的时候 它会让你左前方 也就是内侧的这个驱动轮 动力分配少一点 而外侧也就是右前方的驱动轮 动力分配多那么一点点 这样的话 它的一个好处就是 转弯的时候能够形成一个更小的 怎么说叫转弯角度 让你快点过去 还有就是这台车的前后轴盒 可以达到50比50 同样让转弯可以变得更加的平稳 在主动安全性配置方面 这个车有360度环影 这个是挺好的 另外就是它有车道偏离预警的功能 只不过这个功能要你车速上了 60公里每小时以后才能使用 就是才会被激活 至少我现在测出来是这样 主动刹车官方给的说法是有的 并且他们做过测试 成绩还不错 我现在实际也能测出来 就是如果我跟前车距离 过快的去接近的时候 它会给我一个警示音 但是我也不敢让它 就是靠它来刹住 那刹住了那是成功了 刹不住我就成人了 就这台车厂商现在说的 它对标的竞品就是思域 飞斯塔目标非常的明确 在数据上看 这台混动车型的超费50T版本 确实也有一定的优势 至于售价 最大的问题就是 现在我们不知道售价 虽然你看到这个片子的时候 肯定是27号以后了 但是27号那天如果出了价格 考虑考虑是买它还是买那个呢 我想吃蟹粉小龙 我想吃生煎 阿拉奇迦桑鸡 我还是想吃生煎 阿拉奇迦桑鸡 父姐 阿拉奇迦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